今天想要讲的主题呢 其实就是多元宇宙还有技术 那这两个词是什么呢 等一下会慢慢的拆解开来跟大家分享 好 再简单介绍一下 我叫黄斗尼 然后左边这个图呢 就是所谓的PFP Profile Picture 那在这个Web3的世界 大家都很喜欢用这种插画 或者是NFT作为自己的这个Avatar 那我自己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样 那我有一个身份 就是我从医师离职以后 其实曾经短暂的在台大上过课 叫做生意电子所 应该就网美所隔壁 也不知道现场有没有生意电子所的同学 对 然后念了一个学期以后 就想说 哇 这个七点来了 然后就错学了 我就错掉了 就没有来上课 对 然后就一路外到Web3的世界 然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跑到公部门 对 那在跑到公部门之前呢 还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自己成立了一个DAO 叫做Formosa Art Bank DAO 等一下会分享一些案例 跟这个FabDAO有关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其实也不是什么多轻松的故事 就是在讲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合作 这个合作一定会有痛苦的 也会有甜美的过失 那另外一个身份就是 也是这个DAO Zero 从Noah发起的这个DAO Zero的contributors之一 对 那现在呢 在数位发展部的多位宇宙科 做台湾的政策 可能可以跟Web3 可能可以跟DAO 可能可以跟分散室身份 有关的一些研究跟实践 对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多聊聊这个 那在这些Title之前 其实我想要讲的事情是 我其实真的是因为 非常喜欢基金市场 和多位宇宙的精神 所以才整个跳出来 没有继续在医院 那这个精神是什么呢 等等会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但是这个精神很简单 就是像最近AI非常红 那AI大家可以想象 AI现在只是在技术层次 或者是这个文字跟图像的层次 看起来越来越成熟了 可是其实它把它推到极端 它可能可以变成某种政体 某种政治的体系 或者是社会体系的极端 那有人说 这个AI的最往下 其实最适合的是谁呢 最适合中国 因为中国就是某种 技术合成主义 那我们翻成电誉集权 某种大量的资料 去控制一个社会最优化 最佳解的地方 但是这也是最佳解 不一定是大家真的想要的 那这就是其中一条路 那另外一条路可能叫做财阀乱斗吧 如果大家前面 有稍微关注web3的 这个泡沫跟浪潮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有很多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钱堆出来的 这些钱堆出来的过程中 他们彼此会互相内卷 这些内卷的结果到底会不会是大家想要的 或者是未来的人想要的 这也很值得讨论 但是在这两条路之间 有没有东西是一个折衷或是更优的解法呢 有可能那这个解法就是所谓的多元宇宙 那这个多元宇宙到底是什么 后面有一些技术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宝博朋友说 我真的是因为在医院 就是每天搭公车 在听宝博朋友说 听一听听到 哎呀七点大学 然后哎呀听到说 这个web3开始那个Define 2021年底 Define之下 Define之秋 然后NFT 然后DAO 然后听了就很向往 然后就真的离开了 搭着公车离开了 对 然后在宝博分享的有一集里面 其实在讲激进市场 我记得激进市场里面 不同的章节的尾巴 其实宝博都有写一些案例 那这些案例呢 我之前真的是把激进市场 摆在那个床的旁边 就是没事会翻一翻 现在大概翻到第三遍了吧 那现在是借那个工部门的同仁 公务也没听过 然后分享给他们看 但是对他们来说 有点太过激进了 对 但是这些整个概念呢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形塑了现在数位发展部的组织庞价 那也确实有一些概念 已经被实践出来 那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最未来的世界 完全资本主义的市场 很有可能是失灵的 那有一些玩意儿 它可以帮助我们 把整个市场瞧回来 这些瞧回来 有两种人非常重要 一种就是像NACO这种人 这种智能合约工程师 因为他们会去写 整个市场的规则 但是另外一种人是谁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哲学家 或者是政策的制定者 或者是思考的人 不是说智能合约工程师不思考 有一群人他们思考的是偏向于市场的 偏向于人类社会怎么去写作的 只有这两种人合作 才有可能把整个radical market的概念塑造出来 好 然后就在我大概2022年 正真的读完基金市场以后 我发现他们突然改名字了 在2022年初他们不讲基金市场了 基金市场的概念其实是radical exchange 这个基金会 海外基金会提出的 大概在2022年初 他们全部翻盘 他们把名字改成priority 就叫做多元宇宙 那其实换汤不换药 就是那个里面的分类 跟条目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他们把所谓的市场 这两个字拿掉 因为他们认为 有时候其实不一定是市场的 有时候是官僚的 有时候是技术的 这些不一定跟市场有关 所以他们就升华到了多元宇宙 那想在这边跟大家澄清 多元宇宙跟元宇宙是两码之士 元宇宙我们说metabless 那可能做ARBRXR 澄清式空间 这其实很酷 从1980年代翻盘到现在 有非常非常多可以讨论的 但是多了一个多呢 多了一个多以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是 体验感官官能上的东西了 反而是一些比较深层的 思想上的东西 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运动 那多元宇宙大概分成六大部分 今天不会细讲太多技术细节 因为真的太繁琐了 大家看了可能头会晕 但是我会讲一些 在ACASWAP 或者在Tazos宫殿上 曾经出现过的一些案例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链 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 那这六大部分包含 比如说资料尊严 资料尊严 以前大家觉得不重要 但现在越来越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AI出来了 那像昨天NVIDIA 黄仁轩在上面讲 还有Adobe在上面讲 那Adobe的这个发表会有一个超级重要的东西 叫做Responsible AI 就是负责任的AI 那这个AI不是指说他可以跟别人负责任 而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图片 它其实是可溯源回去的 就是我们证明这是一个非人 一个non-natural person 做出来的图片 这跟真人 做出来的图片就不一样 那到底要怎么去溯源呢 其实超难的 但是很有可能是在Web3的世界 是很好的解法 那ProVoting或是ProFunding 其实就是所谓的平方投票法 我不知道前面课堂有没有讲过 都没讲过太棒了 我今天也不会讲 因为这个有点复杂 这个跟人性有关 但是你可以想象说 以前大家是一人一票 这个一人一票的世界 就是合作社的世界 那这个公司的投票 就是我们股份大的人 那个拳头比较大 那个之前大同 公司派跟市场派在那边打架 其实就是一人多票 那比谁钱多 这两种解法 其实都有某种问题存在 那有没有核心的解法 其实有 折中的解法 有 其实就是把你的 钱多的那些票 开根号 然后开根号以后加起来 在政治科学的角色里面 他们就发现说 这个投票的结果 往往是更有效率 好那当然还有 Property跟Pro Money 其实就是所谓的多元货币 或者是多元财产 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其实是可以往数位资产的方向 去再做讨论的 那这个今天不会涨还多 那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超级重要的 就是Social Identity 所谓的社会身份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非人跟人之间产生的资料 这些资料是不是可以付费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用脸书或IG 老人都用脸书 我还是用脸书 那这些换到的赞 换到的留言 其实都不是自己的 它只是帮助赞助商可以拿到更多的曝光 在这种过程中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身份其实在脸书身上 我们有没有可能完成 自己的身份是可以在多元的宇宙里面互通的呢 只有在这种互通的状态下 我们生产出来的资料 包含自己的图片 自己的文章也好 才能够溯源回来自己的身上 所以这些复杂的概念 其实都是绞在一起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激情市场这本书 我觉得还是历久彌新 2020年吧 2020年出版到现在才三年 虽然很多新的东西已经盖上来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宝博的文字在里面 好 那这张图片是想要说 Radical Exchange 他们后来又成立了新的研究组织 叫Priority Institute 唐凤也在里面 那它的这个网页呢 其实上面就大剌剌的放了三个字 这三个字我非常喜欢 叫做Corporate Across Difference 叫做跨越彼此不同的合作 这个合作其实就是民主的意思 那大家不知道对民主的想象是什么 大家可能以前会觉得民主就是投票 我们那个公投或者是选代议事 选立委选总统就是来投票 但其实民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 前面的沟通 所谓的审议是民主 直接的民主 讨论的民主 那其实就是合作 那这个合作是什么呢 这个合作最棒的表现就是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 可是我们在讨论完 我们有共识 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做事情 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发生 其实不管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大家这个经验都不多 其实我们后来发现 真正的 不是真正的 更多的道的发展 分散知知组织的发展 其实中国发展比台湾还要快 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一批的论出来 他不管是肉身上的论 还是精神上的论 他们发现倒是第一次让他们具有 共议跟投票的机会 所以他们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案例发现说 他们其实中国人 大家都说中国狼性狼性 那其实这个狼性真的是为自己去努力的狼性 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 就会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案例 那个吵架过程分裂的过程 跟最后共识的过程是很有趣的 那这些过程到底要怎么用 所谓的智能合约 或者是治理代币来完成 那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多元宇宙 一个很棒的时间的场域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CAD CAD原则 Corporated Cross Difference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让不同的人可以一起相处 有可能是用科技 所谓智能合约的方法 也有可能是用民主 用某种共识的方式来完成整个过程 好 所以呢 今天就会稍微的提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多元宇宙 今天的主题 好 那在之前 因为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 但时间有限 所以今天算是一个玄关吧 一个入口网站 我会洒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给大家看 但是这些看不代表现在要读 可以回去再慢慢读这样子 那我现在在这个典藏RTouch上面有一个专栏跟宝城 就是上礼拜有来分享的宝城和谐的 那我们都写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在探索所谓的多元宇宙到底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有分享 像右上角有一个梗图 这个数字产品跟NFT 这其实就是在讲中国的发展 中国现在分叉了 分成了跟世界的分叉 中国上网有防火墙 网络长城 在web3的世界竟然也有网络长城 这到底怎么发生的呢 他们搞了自己的联盟链 这个联盟链跟世界上其他的共链 跟等一下要分享的Tazos完全不一样 只有实名制的审核过的人 才可以使用联盟链 来在上面买卖数字产品 那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因为中国人就分成两边 一边就是进来的红链 另外一边就是跟其他世界的人玩 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访问一个前华为的工程师 那这个人后来觉醒了 然后就跟我们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那也有讨论美国的案例 也有讨论最新合成图片的案例 那也有讨论比如说像Terra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Terra是一条很巨大的稳定币的公链 那这个LUNA叫LUNA币 然后还有L 我已经忘记那个USD的名字 UST的这个币 他们之前市值最大的时候是450亿美金 那一期之间归零了 在这个归零的过程 上面的生态系的人去了哪里 这个玩NFT的人 玩这个去中心金融的人 他们去了哪里 他们就去其他的公链 还是跟着船一起乘 这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社会现象 那这些社会现象很有可能是 这个漫长的起点 到来之前一些很初步的案例 让我们可以警觉 未来这种自动化的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所以针对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有录一个podcast 当然没有保国朋友说这么的夯 但是其实讨论很多蛮硬的事情 这个东西就叫做南宝坚尼 这个名字有点齿 但是其实就来讨论所谓的多元宇宙 那我们大部分是用艺术家 或是数位艺术界的案例 来讨论社会和科技之间的一些交集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听听看 好 那就回到今天的正题 今天的正题是这样子的 所谓的思想跟技术 中间到底要怎么协作 思想就是我们今天觉得 下雨了不要去种田 很合理 那雨刚结束土湿湿的 可以去离田 这些都是所谓的思想 但是真的把这个土把它爬松 用器具不是用手 这就是技术 那这种农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后来又到了黑暗时代 文艺复兴工业时代 到现在科技资讯时代 那其实两个概念还是没有变 只是我们今天多了电脑 甚至多了区块链 多了很多自动化的工具可以来玩 那这些自动化的过程还是还是科技 还是技术 人还是要把这个工具打造出来 打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服务后面的这个思想 这个思想没有了工具 它什么都不是 那既空有技术也没有用 对那我自己是觉得 我自己过去以前是科技智障主义者 就是我们觉得只要有科技万事就解决了 后来真的跑进来web3做了照 做了分散式 自治组织以后才发现只有技术一点用都没有 我们还需要花非常大时间 第一个可能是教育市场吧 那第二个根本就没有教育者高度那么高 而是大家一起在混沌的工具之间找出解法 大家一起写作 所以思想跟技术彼此之间是必须互相合作的 这可能是多元宇宙一个非常核心核心的概念 好那因此推荐一本书给大家 这个看起来不要害怕 虽然它是英文的 可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把它民间汉化组 把它翻译成中文的 这本书叫做Future Art Ecosystem 那这是第三集 第三集叫做艺术与区中心科技这样子 那这个Future Art Ecosystem是一个伦敦的艺朗 出版的叫做蛇行艺朗 蛇行艺朗是一个很狂很潮的一个艺朗 他虽然是工部门的艺朗拿了政府的钱 可是他们在做很多非常尖端的事情 这些尖端的事情 其中一个就是web3就是区块链的技术 那他们每年都出一期 那这去年年底出的第三期 前两期分别是metaverse 还有一些先进技术的总成 一些平台等等的 那他们后来就发现说 所谓的艺术 艺术就是艺术家做的一个创作 只要是艺术家做的创作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艺术品 艺术品可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也有可能就是放在没有人要看的仓库里面 那这些艺术的未来到底在哪里呢 如果他是台湾的艺术家的话 可能很可怜 因为台湾的艺术市场并没有像英美这么的成熟 所以大家以往可能只能靠微博的政府补助 文化部国议会的补助 或者是不小心被一郎降众 然后就进入了生产链的过程 那台湾的艺术家有没有第三条路 我们在NFT开始热潮的时候 发现说有些艺术家 他藉由自己发行NFT创造了一种新的裁员 这个裁员不是艺术给你的 也不是国家给你的 是谁给你的呢 是一群支持这个艺术家的收藏者 那这个收藏者跟艺术家之间产生了一种 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紧密关系 那最好的案例可能就是阿乱吧 王星人 因为王星人会来讲吗 还是不会 这次没有 总之他是宝博朋友说的嘉宾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这些艺术家 以前他可能是需要依附在某个保护伞下面 那保护伞台湾很少 就是基金会工部门或者是大型的慈善家 那在新的世界 在分散式的世界 这个收藏者跟艺术家 其实是可以互蒙其力的 那早期发现这个艺术家 是作为一个普遇的收藏家 他们是有可能获利的 原因是因为在艺术市场上 他是跨国的 在去中间的世界 尤其如此 因为我们在买卖的过程 我们会发现 海外的艺术家 他们看得懂 这个看得懂不需要经过中间人 这个中间人就是所谓的艺朗 或者是拍卖市场 当然这些角色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些新兴的机构 新兴的生产关系 还有旧的这些寄存的 已经很厉害的组织 怎么协作 其实是这本书 这本小手册在讲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去找了 这个简报上的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本书里面到底在卖什么药 那我们把它翻成中文了 大概才3万字吧 大家读 虽然有点难 但是读4个小时 应该就读得完 那就举其中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 这其实是两张图片 这两张图片分别在比较 传统的世界跟新兴的世界 新兴是指Web3 真的有人说现在Web3是AI 不是区块量 但无仿 现在这些新的科技 我觉得都是绞在一起的 我们会说这叫做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所谓的变革性技术 这个变革性技术有很多种 包含AI 区块量 XR 全部都绞在一起了 那绞在一起的过程中 社会肯定是会面临动荡的 这也就是所谓的技术 在快速的发展 但人的脑袋还没有跟上 在这种状态下 人是分裂的 这种分裂未来可能长成什么样子 这本书其实就有在说 好 我们先看第一张图 因为字有点小 所以我把中文翻一翻 把它放出来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传统的机构的 人类社会的运作模式 尤其是因为这本书在讲艺术 所以可能是艺术市场 它分成四大项 分别是代币系统 治理的技术 金融的市场 还有一些社会跟技术之间的 技术设施 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台湾社会 其实很清楚 就是在代币的系统 我们是用什么 我们用新台币 新台币谁发呢 这个中央银行发 那中央银行要不要发数位货币 他们还在思考 但是这些中心全都是 中心化的权力机构 去做出来的 那为什么我们每天用新台币 我们什么感觉都没有 因为我们无形之中 早就已经习惯 这个权力机构的存在了 但是有些国家 自己国家的货币 其实没什么用 像土耳其的里拉 或是阿根廷的 忘记阿根廷的名字 阿根廷的货币 这个贬值的速度非常快 通膨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这些国家往往是 第一个跳进web street世界的人 因为他们以为加密货币更稳定 但事实上好像也没有 这个波动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所谓的代币系统在不同的社会里面 产生了一些松动 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巨大的议题 美元是强权的货币 人民币可能没有那么强 可是它在一个国家里面 被大量的使用 甚至因为数位货币的关系 已经跑到非洲 跑到一带一路的国家了 那这些都是一些巨大的政治的竞争 其实根本就不是技术这么简单而已 好那再来在治理呢 治理我们常见的就是像法院 法律的裁决 企业怎么去做治理 财务会计的政策 我们怎么去做认列 这些都是既有的东西 但是在新兴的世界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 好那在金融的市场里面 比如说中心化的交易所 我们买股票 我们买那种贵买版 买rights 买那个房地产的基金 其实都要透过中心化的交易所 我们要自己去开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我们要先证明 我们是一个人 就所谓的KYC know your customer 我们是只有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 以后把钱放进来 我们才可以去做交易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大家很怕这个机器人 或者是诈骗进来 饶动整个世界 所以大家是相信中心化的交易 那蛋价也是 这个我买卖鸡蛋的 虽然现在应该没有人在买二手鸡蛋了吧 对 但是这个蛋的价格也是经过某种市场上的调控 产生现在的状况的 好那再来社会技术的基础设施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可能 但他生活中比较少遇到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比如说法律认证的 不是有人骂别人 然后就被告吗 然后告赢了 就说只是被法律认证的 法律认证的笨蛋 法律认证的白痴 这其实就是某种基础设施 那选立委 选里长 选市长 其实也是某种代理师的民主 那中心化的社群平台 大家用的IG 脸书 Discord其实也都是 那更不用说 像我台大账号还在 就是走位的云端服务 Google Drive 亚马逊的AWS 或是Azure 其实都是某种层次上的中心化服务 好讲到这么一大串 在Web3的世界 有没有更多更多的可能性 其实有 第一个叫做代币系统 所谓的数位货币 为什么会叫数位货币 而不是讲虚拟货币 原因是因为 其实有一些货币 是从真实的货币转换过来的 他们可能是抵押了 等值的实体货币 然后才换成这个数位货币 比如说像美国的中央 他们就在研究 这个美金的数位美金 数位美金不是所谓的稳定币 而是 它也是稳定币 可是是美国官方去发的 他们叫做汉米尔顿计划 Porture Hamilton 那MIT去做设计的 那在这种设计的过程 刚刚提到两种人就很重要了 第一个怎么写智能合约 到底要不要发在公链上面 如果你是一个智能合约工程师 你敢吗 你敢发美金的 经过美国的联准会 跟任何所有的组织 储备体系去发行的美金吗 你敢去做审计吗 这其实是很困难的 但另外一方面 政策制定者 他们敢担这个风险吗 所以这个就是Web3的世界 非常有趣的地方 那当然在治理方面 还有所谓的 分散式资质组织 比如说像这个GDP的DOW Zero DOW Zero其实还没有进入一个 完全去中心的状态 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一些投票的方式 把共识慢慢的形塑出来 但那个形塑的过程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很多智能合约 那这个智能合约 其实现在有人在讨论 所谓的智能合约英文 叫Smart Contract 那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 Smart Legal Contract 这个聪明的法律合约 那也是经过这个 机器可读的程式码 去写出来的 那这个机器可读的过程 跟人类世界的自然语言 其实是相关的 那这种状态下 我们有没有可能 把某种自动化执行的角色 去取代律师呢 那律师要做什么 律师只需要盖印章 还有去认证说 这个是谁发的 这真人 然后就可以 对那像金融市场也是 所谓的 刚刚等一下就会提到的 这个ACASWAB 就是一种去中心的交易的状态 这种去中心的交易 我们不需要经过ACASWAB审核 我们就可以自己做买卖 即使是诈骗 之前也有发生过 很多人把别人的图拿来上架 其实这种假的东西 也是可以买卖的 那为什么 因为它是无需可制的 它不是中心化的交易所去管的 那当然有一些防范措施 那这也是一种新形态的 这种市场道德 跟这个去中心精神之间的拉扯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那最后呢 所谓的基础设施有好多 比如说钱包 钱包是违逆名的 违逆名的意思就是说 你拿到一串乱码当地址的时候 别人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如果你揭露说你是谁的时候 那这个名字就出来了 所以它其实是可回溯的 但是你可以先假装躲起来 那还有很多像集体决策的部分 就不一定是所谓的代理是民主 这个等一下会用Litecoin 作为案例跟大家分享 那现在也有一些新的 去中心的社交媒体 分散式的储存服务 比如说信息答案系统 这些东西就 今天不是重点 就稍微待过 好 那这两张图 不小心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可是你可以发现说 在新的时代跟旧的时代 有不同的产品或服务 正在试图的取代掉 旧有的这个社会文化的一些制度 为什么 因为科技正在发展 那理想上的乌托邦 就是科技是帮助人的嘛 让人免于失业 让人更轻重的可以运作 但是我们会发现在web3的世界 还远远不到这个时代 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正在等着我们去处理跟解决 所以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 好 所以接下来就会讲一些 跟分散式知识组织的关系 对 我现在在多元宇宙科服务 多元宇宙科就是 这个SWIFM都下面的一个部门 那这个部门到底在干嘛 这个部门其实就是 想要发展台湾的web3 那能发展的不多嘛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前阵子 这个金管会在讨论 这个加密货币交易要谁管啊 那我们发现 我们根本管不了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个随便的人就可以做ICO ICO就是只发币 这个NACO写30分钟 赫月就可以发币了 可能不用30分钟 电脑面可能已经存好了 那这到底谁来管 对 因为这管不住了嘛 但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管的 那这就要动到台湾的可能国家体制 那这个体制不是一个 由没有法源依据的部门目前可管的 所以现在就调到了金管会 好 那支付不能管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能可以发展组织 就是组织的定义哦 到如何掉到一个台湾的实体世界里面 比如说我们要成立公司 我们可能要去 这个经过像人民团体法啊 公司法啊 去成立一个团体 那合作社有合作社法嘛 协会有人民团体法嘛 公司有公司法 那到呢 到有没有法 到没有法 但是到有没有办法落地 其实各个国家正在讨论中 那台湾当然也在讨论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身份 我们去银行开户 我们拿的是身份证嘛 那我们身份证掉了怎么办呢 不是捡起来 是在去那个户证事务所 重新申请一张 那在虚拟的世界 我们有没有所谓的数位身份 其实现在的数位身份 都是用像手机简讯 SMS或者是这个E-mail 那E-mail后面到底是不是真人 我不知道 所以每次要做到更深程度的KYC的时候 又又回到身份证 那我们有没有新的方式可以去证明 你是一个人 你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可以使用不同的服务 甚至使用跨国的服务呢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国际上的电子公民 这是有可能的 那这也非常非常适合Web3的发展 所以多元宇宙科 现在就来做这样子的研究 但我们今天也不会讲那么细 我们今天会讲一些比较轻松的案例 那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那我想我今天应该就讲到11点20好了 然后再把时间留给NACO 然后想说中间也留一点时间 看大家没有问问题的时间这样子 好那这张图片是这个 应该是去年11月吧 10月10月天下杂志的这个目录页 为什么会有这张图片 是因为我们去年9月 跑去灵资电子艺术节做一个展览 那这个展览其实就是一个道的实践 这个道就叫做Fab道 那标题很总动啊 就是元宇宙战或逃 现在看来大家都跑了吗 因为现在的主题现在已经AI了 对这个吃热钱都跑去AI世界了 我觉得这样子很赞 对那留下来的人还在干嘛 留下来的人其实大部分在讨论 什么样叫做公共服务 什么样叫做public goods 公共财 那这个web3能不能打造 某种数位世界的基础设施 这其实是一个critical 但是比较少人家讨论的议题 但是这些人还在 好那我就会大概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Fab道 为什么我们在临时电子艺术节 有一个展出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东西 叫做百月计划 如果要详细的想要听的话 可以听宝博朋友说 有上过宝博的节目 那百月计划其实是一个实验吧 这个实验是这样子的 我们找了台湾的五个艺术家 用这个程式码的方式来进行创作 大家看到这个荧幕上或是这个屏幕上 这些图片其实都不是用手画的 它其实是用程式码写出来的 那是用p5.js 那写出来这些程式码 你就可以发现说 比如说这是阿乱的王兴人的作品 绿色的跟黄色的都是 那这两张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 但是又有点像 那为什么会长这样呢 原因是因为它的程式码是来自于同一套 只是它用不同的种子码 去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 但是你看得出来它就是同一个人画的 那我们在数位艺术的领域 可以称之为可控的随机性 control readiness 那这种control其实就是 我拥有这张 宝伯可能拥有这张 那我们会说这两张我们是一家人 因为这是同一个艺术家做出来的同一个系列的作品 那但是又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拥有的其实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那在这种过程中 它其实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市场的叙事 就是所谓的一种新形态的生成艺术 那我们觉得这个概念跟分散式自制组织 其实很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也多少有点不同 但是我们可以corporate across diversity ZAD 那这也就是同一张艺术品 它可能长得不一样 可是我们拥有一样的叙事 我们来通过框架里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做事情 所以我们把这种生成艺术的概念 跟实际上运动 实际上在做一件事情的概念 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做了百岳计划 那百岳 百岳就是台湾的山 那大家都说户国神山是台积电 但是我们觉得未来的所谓的国 户国 其实是大家的思想 你只要思想还是存在的 那不管未来怎么样 那我们都会具有一定的心理韧性 好那百岳计划 再讲细一点 其实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数位艺术 还有五个艺术家一起去做创作 分别做出不同的作品 那这五个艺术家 应该是台湾在NFT的生成艺术领域里面的佼佼者了 那大家都很想要就是一起来玩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以山脉为主题去做这个cowork 好那这些作品其实是每一个都是一张NFT 大家就是付钱来收藏 那这些钱是干嘛的 这些钱其实算是一个募资行动 这个钱我们自己一毛钱都没有拿 它到现在还是存放在金库里面 那这些金库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接下来在台湾要在web street的领域 做一些非盈利行动的基金或子弹 那这些子弹也确实开始在运作了 开始进入一个道的时代 那这个整个想法其实蛮远的 蛮未来的也算是一种实验 那林智电子艺术节的官方就把我们定调为一种 来自未来的艺术与社会的行动主义 那这种行动主义其实是就是在做实验嘛 我们实验就是这笔钱 有了钱 有了收藏者 有了行动者 这些人能不能做出一些新的玩意儿 这些玩意儿可能早期很难营利 可是它具有某种公共性 那这个公共性其实跟现在这行课 The good class是一样的概念 有些思想上的 有些技术上的合作 是可以完成一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从去年7月发行到现在 大概最近以太币又升值 可能现在我们有200多万吧 250万左右 快300万 那这些钱呢 就是接下来大家一起来做事的一个资基金 这样子 那宝博也有收藏 也感谢宝博 好 那整个概念是这样子的 这个艺术家拿10% 其他90%全部掉到一个金库里面 这些金库是什么的呢 金库其实不是银行账户 金库也是由智能合约工程师写出来的一个多钱钱包 这个多钱钱包就是当这群人同意 我们要拨款了 大家投同意票 钱才会被使用 那这些基础建设其实也是由智能合约工程师 跟这个思考上的设计者共同打造出来的 那这些使用的方法其实在台湾越来越多人会使用 那这就是所谓去中心知识组织一个很基础的一些工具 好 那有了钱以后到底要怎么做事呢 要做哪些事呢 这其实是很复杂跟困难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做集体投票 那我们投票方式其实就是用NFT 你持有了百月 你就是holder 你是holder 你就可以来参与议案的决定 那投完票 钱拨出去 那行动者大家一起来决定 我们要来做什么做事情 那这些事情最终可能产生某种社会影响力 所以flap到现在大概成员的分布分成三种吧 分别是艺术家 文化的行动者 还有公益的协调者这样子 好 那简单的图片长这样吧 像上面这张就是阿乱的作品 你可以看到这七张图风格很像 但是其实又不太一样 那每个NFT都是其中一个收藏者 那这些收藏者 其实我们就是在把它变成一个培养名 这个培养名就是一个罩 这些罩究竟能不能做出事情呢 其实无所谓 因为这笔钱是大家贡献出来的 那贡献出来最后炸掉了 那就是大家的决策上有失误嘛 但是这些失误就是行动的一部分 所以它可能会长出不同的培养名 让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事情 那这些做事的过程其实就是 这些NFT其实投票的一部分 那当然投了票就可以决定说 你同意这件事吗 如果不同意那就不能做 如果同意了那就要做 那这个同意之前 其实有超级麻烦的过程 就是所谓的讨论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参加过学生会 或者是社团 在做决定的时候 大家喜欢吵来吵去 我也很喜欢在台大社团的版里面 看大家在吵架 但是这些吵架 其实真的就是民主生成的一个过程 那今天web3只是一个新形态的组织 让大家去做决策 那这个决策能不能跟行动扯上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好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 这个我们叫做FIP1 IP就是Improvement Proposal 就是每一个公链要进化的时候 都是什么IP12345 Tazos应该也有 TZIP对不对 那这个照当然也有FIP 那这FIP既然就是像是一个 组织在成立的过程 公司有组织章程 协会也有组织章程 那道当然也可以有组织章程 那我们去看世界上各地的道 其实都有类似的文件可以让我们去翻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其实也有组一些 免费的开放的读书会 就是在明天对不对 明天晚上这个GTV里面的读书会 那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我们 这些读书会的一些连结 还有一些资讯 好 那其实大家在刚刚一直在讲到 分散式自治组织 这个听起来很模糊 但是在这边想要强调的事情是 重点其实根本不是 这个投票的过程 或者是吵架的过程 而是这群人到底是谁 因为人嘛 人中归是人嘛 这个人工智慧或机器人 没有办法代理我们去决定 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这个一个罩后面 还是有很多的人存在的 比如说这张图片就是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台中啊台北啊 各个书店啊 其实都有不同的讨论的场合 这些大量的讨论的场合 有时候看起来很冗 但实际上就是 形作共识的过程 那在这边讲一下唐凤之前 很爱讲的吧 唐凤说 这个虽然现在有人工智慧 但是其实集体智慧更重要 那他其实不是在讲干话 所谓的集体智慧 叫做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其实国际上开始有 非常大量的组织 就在讨论collective intelligence 是什么 collective嘛 artificial就是人工的 collective其实是工人的 也就是很多人一起去做决策的 那有一个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查一个专案叫做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project CIP CIP就是这些人 他们有不同的思想 刚刚讲的一样 CAD原则 那这些人呢 他们怎么去因应这些新的科技发展 去做变化 那其中一个 其中CIP里面有一个三角形 叫不可能三角形 里面有一群 其中一个角角 叫做共享的荣誉 叫share stagnation 大家觉得说 这个科技发展这么快 那我们不如不要发展了 对 我们让科技缓一缓 那我们现在生活这么好 为什么要发展科技呢 那在过去英国的工业时代 我们就会说这种人叫做 卢德主义者 卢德主义者就是这个纺织机 自动化了 这个拿抢走了我们的工作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去把纺织机烧掉 把纺织机砍掉 那这种人叫做卢德主义者 但是到了现在我们会发现 其实卢德主义者并不是 一定是坏事 因为在我现在的世界 其实这个多元的韩容 数位的民主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些人虽然是反科技的 可是他们有他们反对的理由 原因是因为 在道德伦理上面的因应 在这个变革性技术出现的 造成的伤害之前 我们是不是有办法 去做某种协调 那这种状态下 人与人之间的讨论 就会非常的重要 原因是因为 如果我们今天只想要反科技 我们就会变成一种 很强悍的技术官僚 我们就是硬推 推过了事件附带伤害 collectoral damage发生了 我再去想办法擦屁股 这其实是过去这100年 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在新的世界 其实有很多做法 可以让我们去 稍稍的去修正它 那这个做法 总归一句话 就叫做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好 所以回过头来讲 思想跟技术之间的总成 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在这边 就要开始去讲一些 跟Akaswap有关的例子了 我先不讲技术的部分 因为我在猜等一下的讲者 一定会讲很细 我只讲故事 那这是去年2月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叫做藏书票 对 藏书票就叫做鱼者 如果大家有在看塔罗牌的话 鱼者就是一群小丑 那这些小丑 然后脚上有脚梁 我们就说这个脚梁是区块链 大家被拴在一起 不知道走向何方 那看来现在大家都掉到河里面了 对 因为这个币价大跌 可是大家都还在 原因是因为波云渐日 太阳出来了 那这个做法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当时NFT热潮 大家开始在买卖 NFT是什么 然后我们发现说 大家可以其实开始有兴趣去理解 区块链真正的后面的技术 后面的文化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设计是这样子的 你只要收藏了这个NFT 你就会收到三本书 那这三本书就是都在讲 跟区块链 跟这个社会的变革 来怎么用手机 这个阿拉伯之村手机 怎么变成一个抗议的起点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很值得讨论的议题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买了NFT 你就会得到三本电子书 这三本电子书 分别是高重建的区块链社会学 然后这个红柜方翻译 然后再讲以太坊的故事 以太齐齐 还有愤怒与希望 这个是在讲 这个技术与抗议的故事 好 它这个设计是这样子的 我们当时的玩法是 因为Akaswap很方便 Akaswap有分润的功能 那以前的世界 我们买了一本书 大家最近如果有在关注 这个歌喉战 出版一些歌喉战的故事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一本书后面的结构 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去某某买书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去买过 我是没有从某某上买过 现在是66折吗 如果买了66折的书 你就会发现说 66折为什么会这么便宜 定价到66折之间 有三四折跑去哪了 其实是平台的分论 他们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某某买东西 买书你会说不定 会想要再买其他东西 他就变成了书变成了一个导游的过程 那出版业再去跟编辑 行销 封面设计 还有作者去做分论 其实一本书 作者大概就是拿到10%而已 一本书300块 一本就是作者拿到30块 通常一刷大概1000到2000本 我们就可以问问看 最近有出书的Noah 不知道Noah版 所以拿到多少 应该还没拿到 对我在Noah应该不在意 因为他可能已经财富自由了 对对对 所以但是我们会发现说 一本书真的在做出版的过程 其实可以拿到的钱并不多 好所以我们的设计就是 我们不卖书 我们卖长书票 这个长书票后面是 是有读书会的 然后有一些书的 然后这些书呢 我们就直接设定说 像高重建 他自己有Tazels的钱包 他的地址 那我们就分25%给重建 那这个钱呢 是自动过去的 我们根本不用手动的去转钱 那我们找了一间书店合作 台中的引书店 因为他们先帮我们把 以太奇奇跟愤怒与希望的电子书 都先买好了 然后买好了以后 钱先给他 让他可以直接付给读墨 那剩下的钱呢 我们给长书票的作者 然后我们其他协助的人也可以拿到一些钱 然后藉由这样子的过程 我们做一个实验 就是这个长书票的钱会自动分给大家 那大家卖得好 大家一起分论嘛 还卖不好 大家一起承担 这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实验 那最后 在24小时内 当然东西都卖广广了 那我们也获得了一些很有趣的朋友们 一起当holder 然后一起来读这些书 好 那这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设计 但是大家可以去想看看 后面这个技术要如何完成 这个钱包的钱到底要怎么有效的自动分论 这就不是我的专业了 这个专业就是等一下由Nuckle来做分享这样子 我有一个问题 是 就是所以假设我这个长书票假设是100Tazels 所以ckexpress.taz 这个钱包自动收到25个Tazels 这币对不对 对 然后55颗会到reference的book store 这个电子书的email 他会有一个bot 机器人会自动的就寄出一个link 还是他是有点 现在是有点手动 这一次的计划 这真的太棒了 这是关键问题 对我们那时候想说 这应该不只做一次吧 所以我们第一次就是MVP 这个最小可行产品 手动空投 对 那就是收到了 然后我就寄一封email给他 对 可是你不知道他登录他 可是他买了NFT的时候 你没有他的计划 是的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就是 其实收藏NFT的人也不是傻瓜 所以大家不是看到这个图很棒 我真的很喜欢 就直接买了 其实很多收藏构藏的过程 其实是一种人脉网络 对 然后他有可能来自影书店本来的粉丝 或者是画家的粉丝 或者是高重建的粉丝 所以这些人其实他们会慢慢的出现 对 不过AkaSwap是有绑定email的功能 只是你可能没有公开给销售 对不对 对目前没有 应该没有绑 对我记得没有 有的话好像也有点可怕 不会 我可以同意被公开 对不对 这样就连起来了 就可以做一把 对 AkaSwap应该要做一下 对不对 就是这个Web3跟Web2的那个断点 还是暂时在这个case很完美 但是没有无缝 是的 这真的是太赞了 其实刚刚宝博这样讲 我就想要分享去中心身份的重要性 对 像刚刚多元宇宙有一个叫做social identity 就是所谓多元身份 那多元身份 比如说我是mashbin.teezy 我就是公开我就想让大家知道 可是很多人其实不是这样玩的 那不然IG就不会这么红了 因为这个现实动态就是不想让所有人都看到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发一张这个加密的身份 我让你知道我是一个真人 但是你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我在需要的时候我来access 我才知道原来你就是这个人 那这个基础建设就超级重要了 对 其实像Apple现在就有这种private email的功能 是的 我每一次被需要的时候 他都可以去取得一个随机email 然后我可以用我的实名email 收到这一封信 可是寄出的人其实还是不知道我的Facebook身份 对的实名email是什么 他中间有了一个private email address的功能 没错哦 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大家知道这种 就是Apple有推出这种隐私电邮知道的举手 不知道我可以去查一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趋势的 我觉得未来会出现这种中介隐私的解决方案 在这边我觉得可以讲一些进阶的东西 就是台湾在今年终于加入W3C的联盟 W3C就是Thomas Berners-Lee 对 李爵士 李发明网机网络那个人搞的组织 最悠久的组织之一 那W3C联盟其实发表了一堆标准 这些标准到现在都超级无敌重要 然后有一件事情很酷 就是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清楚 提出什么叫DID Decentralized Identity 或是Identifier 但是W3C在去年8月竟然率先推出这个组统性标准 这件事情是很调诡的 因为通常一个科技发展到一个成熟的程度以后 才会在多方利益关系的角力下提出一个标准 不管是ISO还是反正太多了都是这样子搞的 但是W3C这一次居然在DID还没有成熟之前 我们甚至市场生活几乎不会看到什么DID的 在这种状态下先提出了标准 然后他还被强烈的反对 有三间组织强烈反对 Google Apple 还有Mozilla 对这三间组织都很反对W3C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科技是没有成熟 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他们都在推自己的标准 对然后不同的标准在那边打架 那为什么DID会被反对 原因是因为DID就是想要瓦解 中心化的权利的资料库存在 包含政府 那比如说Google有自己的资料库 Google现在有钥匙圈 Passkey 超方便的 我自己也很常用 那我们只要刷脸 BestID或TouchID 它就可以用某种认证的方式去登录一些服务 那包含刚刚宝博说的 就是Email甚至可以隐藏起来 那它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已经有快要用到DID的东西了 那在这种进阶状态下我们是怎么搞呢 比如说台湾或中华民国政府发了一个DID标准 这个DID标准不是政府自己管的 政府只是自发行而已 它可能存在某种供应的世界上面 那如果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商业组织想要来access这个标准的话 当然可以嘛 那它会产生一个很有趣的角力 就是这个标准不是我们提的 是W3C已经有的 我们只是应用它的服务 那万一其他国家想要跟我们做双边合作的时候 只要做电子签帐 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是台湾人 对方可能是日本人或者是立陶宛人 那我们是不是电子公民的身份就已经无形之中 不小心变成立陶宛人了呢 这些事情不是讲干话 这是真的正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这确实是一个我们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嘛 我们是一个小国 小国在中心化的时代其实很难去玩这些游戏 但是在去中心的时代 其实有一些这个突围的机会啊 那这时候我个人觉得公链 或者是导或者是这种小国 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去做一些低成本的尝试 对那刚刚讲其实是email这种便利服务 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跟国际有关的事情 是可以来玩的 那这些玩的东西就是DID这样子 好那时间到了 但是最后多讲一个lightcoin好了 lightcoin是这样子的 我们刚刚提到什么叫做平方投票法 还是什么流动式民主 其实这故事是这样子的 lightcoin是一条公有的区块链 那这区块链 我记得北科大是不是创世的这个节点之一 对那这个链是这样子的 以前我们按赞 脸书按爱心是拿不到钱的 但是lightcoin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 让记者写文章的过程拿到赞 那这个赞可以换成钱 或者是直接donate给我们 那这个钱就是like 对那这个图片上我现在有4万颗like 那这个like其实也是这条公链 公有区块链投票的票 那这些票就是这个链要升级 大家要提案 那你可以去投同意票或者是不同意票 那投了同意他就会apply这些议案 然后就会过那甚至技术升级 那当然也很常出现这个吵架 然后就不要让他过的故事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那么闲 像我就没有那么闲 那我就把我的这些票呢 委托给我这个相信的人 比如说像这个区块市 许明恩的区块市 他自己也是一个节点 我就押了1万颗给他 那他就会给我利息 像现在就有123颗like当利息 那他有什么权利呢 他就可以拿我这1万票去投他想要投的东西 那流动式民主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 我们投立委4年投一次嘛 那立委烂了我们就罢免嘛 但是罢免很麻烦 流动式民主的好处就是 好万一我发现许明恩投的票 不是我想要的 我就可以把我的票拿回来 再转给其他人委托 所以这些流动的过程 就没有一个正式的选举出现了 大家是投事不投人 人是随时可换的 原因是因为工有的区块链 人本来就是流来来去去 所以谁才是这个时间点最有效的决策者 那他就应该拿到最多的票 那万一出现独裁了呢 大家就把票把它分散掉这样子 好那就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了 立场新闻 香港一个媒体 它其实是lightcoin 这条区块链的一个重要节点之一 一个这个节点的维护者 那在2022年底 21年底 21年底 立场新闻忽然就被抄 被香港警察攻进去 然后这个伺服器跟人都被没收 然后最近还在法院被就是审理的过程 那伺服器被抄掉了以后 这个节点就下线了 节点下线了以后 这个还好区块链是相对多的分散式的节点 像lightcoin有50个节点 立场新闻只作为其中一个 它在下线的过程中 马上就有另外一个人补起来 对那这条链其实是还存在的 那为什么这条链存在很重要呢 因为在大家在写文章的过程 这些文章其实是用metadata的方式 存在于这些链上 所以大家去找这些被抄掉的文章 其实还是相对容易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立场新闻 在最一开始要跟lightcoin一起合作的关系 所以在某些世界 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民主 跟某些极权其实是抗衡的 那在这种状态下 其实区块链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具 因为我们会让一些东西永远存在于网路上 那相对永远也没有到真的永远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些是一个具有任性的资料储存的地方 也是一个具有民主的 大家可以投票的地方 那整个lightcoin在运作的过程 其实就真的是一个招 他们就是lightcoin招 那这个lightcoin招 藉由卫宏的流动式民主的委托 接连的营运 也让这条链继续维持下去 那我想这个速度讲的有点快 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 所谓的技术跟哲学 折中互相协作一个很好的机会 好 那这是最后一张图 就是lightcoin它怎么做 它其实就是 提议案的时候就可以做抵押 然后抵押完就可以这个过了就投票 那投票大家可以赞成跟反对 或是投强烈反对 投了强烈反对 万一强烈反对的票够多的话 这个抵押的浅钱就会没收了 来充公 对那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恶意提案的出现 那实际上过了就做事嘛 那我觉得就不做事 然后就退回大家这个投票抵押的钱 好那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投票的概念 但是身为一个智能合约工程师 要怎么把它写出来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酷的过程 对那但是我今天也不会讲 那这个就留给Nako来讲好了 对但我刚刚有偷看到他们的简报 真的就是一个 大家会学到东西的过程 好那我是想说我们差不多讲到这边 然后谢谢大家 然后等一下时间就留给Nako